来关心天气状况 这两天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 天气都是偏冷一些 华南云雨区东以的影响 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 会有一些短暂雨 在基隆北海岸这雨势 还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另外东部南部山区 也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雨 其他地方是多云道晴的 来关心详细的天气预测 北台湾的部分 基隆台北新北都有30% 20%到60%的降雨几率 平均温度是16到18度 温度偏低 桃竹苗同样都有短暂阵雨 14到18度 中台湾天气比较稳定 台中彰化南投多云道晴 16到21度 云林嘉义也是16到21度 在南部地区来看到 同样是多云道晴 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台南19到22度 高雄屏东21到25度 在东半部则是有下雨的机会 宜兰16到19度 花莲台东19到23度 至于来看到外岛地区 天气是比较晴朗稳定的 连江12到14度 金门澎湖14到19度 以后 这种感觉很激烈的 这种感觉很激烈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